春天削懒而至 生机勃勃万物复苏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呢 同样的细胞的代谢开始活跃了 那这时候为了满足机体的代谢 我们的身体应该要硬实的做一些保养 所以呢我们仍然坚持 先排毒后保养 后补充的原则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寄送在 春季保养食欲排毒 那么春季最容易出现的健康问题有哪些呢 比如过敏 关机病 呼吸道传染病 消产 心脑血管疾病 以及胃肠道 肝胆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 大家都知道 春天北花齐放 那花粉过敏 有的时候随时带来的一些消产问题 关机病经过整个的冬天 大家都在家里面待着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维生素D的不足 一个春天到了 去一查关机 发现冰果开始软化了 那消化道 消化道的话呢 那从秋天开始 中秋节开始 整个一路过来 全是大的急热 火急节 圣诞节 杨历新年 中国新年 元宵节 等等等等 一个节 跟着一个节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未尝到 肝胆的压力 是超重的 那么早上来了 早晚的温差 变化特别大 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 湿度 温度 的原因 它会造成 心脑血管的净乱 血液粘质度增大 那会出现心脑血管问题 那么最最最目前啊 目前最严重的 那就是冠状病毒的感染 那这些都是目前 在春季 最容易出现的健康问题 古希腊 西方医学资付 尼泊克莱迪 说过这么一句话 所有的疾病 始于肠道 为什么讲 所有的疾病 始于肠道 那我们来看一下 肠道有四项之最 肠道是人体 最大的 微生态系统 肠道是人体 最大的 消化器官 它有七个管道 五大线体 是最大的 排毒器官 总共肠道的 长度是八到九米 把它平铺开 有四百平方米 肠道是人体 最大的免疫器官 因为在肠壁 和肠细抹淡 大约有70%到80%的 淋巴细胞 集中在这 这就是 因为肠道 它是最大的 一个细菌的 一个弱口 经口而弱 所以说人体 还有一种自然保护 一年之际 在于春 春天 我们又要做好 哪几个方面的保养呢 要养肝 养脾胃 养骨 养精神 所以一年的健康 假如我们把这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调理好的话 一年的健康 是可以得到 基本保证的 那么细胞健康 人健康 从细胞营养的四部区来看 第一步是食物 第二步是消化 然后随着吸收 进入循环系统 然后经过人体的高速公路 分布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器官 的每一个细胞 这时候就完成了 细胞营养的 整个这个过程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第一步和第二步 那大家都知道 食物 那么食物 是人体必须的营养 那么人体需要的 食物里面 它分八大营养系列 有长量营养和微量营养 那长量呢 又是五个主要的 这个营养 营养素 水 蛋白质 子类 碳水化合物和 散食纤维 那水 很多人 水是饮得不足的 一天2000到2500毫升 但很多人是饮得不足的 那水不足的话呢 这时候会影响到 集体的免疫力 影响到排毒 影响到血液的粘稠度 蛋白质 是人体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 那么 很多人现在说 我改变生活习惯 我可以 这个吃素了 但是吃素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 优质蛋白的补充 这时候会引起 一系列蛋白缺乏的问题 子类 饱和脂肪酸过剩 不饱和脂肪酸不足 碳水化合物 很多人偏向于面食 淀粉类的 那这个时候会引起过剩 散食纤维 正常人应该是 23到25克的纤维 但是大部分人 是不足的 那微量营养 是指多种微生素 微量元素矿质和抗氧化剂 那么这一类的微量营养 是非常的缺乏 这也是引起 细胞亚健康症表现的 细胞亚健康表现的 主要的原因 所以说在饮食方面的话 科学管理饮食 全面均衡营养 是营养素功效的保证 从这一张图 从巨量营养 可以派生出 10张20张的 这样一个影像图出来 那很多人 它是属于糖尿病的 高尿酸的 肥胖的 或者体重超重的 那么这一类的问题的话 那就应该要有 相应的营养计划给它 饮食方面应该这么调整 所以这就 在我们制定养生规划的时候 不是单纯的 细胞营养调理方案 而是要做好三个规划 第一 科学饮食管理方案 第二 细胞营养调理方案 第三 生活习惯调整方案 三大方案 相辅相成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 科学养生规划 但是往往呢 我们在制定养生规划的时候 获利了以前以后 而集中在细胞营养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说 怎么搞 效果不明显 那假如 这个人有三个 他假如在饮食方面 没有做好配合 胡吃海塞 这个时候任何营养素 无济于是 所以说 养生规划 是一个综合的措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步就是进入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 这张经典的图 有消化道 七个管道器官和五大消化线体 那七个管道器官和五大消化线体 它们所起的作用 是每一个器官都有相应的功能 那么消化线 这里边的像涕叶线 它有淀粉酶 一线 它可以消化淀粉 脂肪和蛋白 胆质 它是乳化脂肪的 包括肠壁上面的 胃壁上面这些小小的线体 都有消化的功能 那现在呢 有三纳健康科学公司 它根据这个消化系统的组成 进行了科学家 把消化排毒产品 我们可以把它封成了两大类 根据消化系统的这样一个极构图 封成两大类 一个就是消化道的卫士 还有一类就是消化线的援兵 就这两类 那消化道的卫士 在前面 特种兵 我们的精兵强将 那就是医生菌 在后面 辅助 给医生菌提供粮食 打扫战场 同时保持肠道 通畅的 那就是 畅活纤维 那大家都知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 医生菌的浓度 肠道 医生菌的含量是走低的 到老年人的时候 大概只有10%左右 那畅活纤维 对人体肠道 排除这个素变 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在一个人便秘的人 这个素变排不出去 积在肠道 一天可以产生多少垃圾呢 6.5公斤 所以这样的垃圾就在肠道 要没有及时排出去 毒素在体内不断的循环 怕伤害到全身所有的器官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消化线的原兵 肝脏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线 因为它封闭胆质 它产生胆质 而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暴饮暴食 生活压力 饮酒 还有熬夜 等等等等 包括现在的环境污染 都会对肝脏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那么消化酵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的酵素 它是在走低的 在50岁以后 我们的消化 造的粘膜 就开始慢慢的萎缩 所以封闭消化煤的 能力在下降 所以呢 从这张图 就把我们消化排毒 四菌子 就整个的 可以知道 消化排毒四菌子的功效 在这张图 依然无疑 感谢观看